大家好 我是主播小梦 这里是留学重庆读动农历 中外青少年 自然探索预备去香醋型活动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体验一下小鼠节气的习俗 其中我们学习制作茉莉花的画窗 会上载会的团山 栽摘梨子和玉米 接下来大家跟着我 一起去看看活动现场的内容 珍珠用铁丝给它穿过去 再拿一根我们的丝带 然后轻轻地穿过去 茉莉花不仅是刨叉的作用 而是装饰品的作用 放过后你可以摇一下 摇左边 左右 左右 左右摇 然后斜着下去 斜着下去 斜着下去 摇一下 然后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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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 然后摇 哇 金色的好好看 对啊 哇 太漂亮了 哈哈哈哈 一时小时来 竹轩仙绝语 竹轩仙绝语 山岸以闻蕾 山岸以闻蕾 蟋帅莫相遂 爱中国 爱中国 谢谢 越高处越大的 看见那个果灰特别浓郁 它就越甜 啊 很好玩 我觉得看到一个比较大的 你一直想采摘它 然后采摘的时候 感觉很成功的感觉 有成就感 两只手 一只手拿着这个 一下子 血一下子就灌掉了 可以吗 好棒啊 包括地上也是我们的 刘先生 你们都太棒了 so good